各位同学大家好 又来到我们统计学的时间了 那我们今天呢会继续呢 上次的那个单元 我们继续来看那个 彩笔血腹部等式跟 我们的经验法则 那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呢 彩笔血腹部等式 那什么时候用彩笔血腹部等式呢 他说呢 当我们的那个 资料的分配不知道 只知道平均数跟 标准差 那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呢 资料落在 平均数加减 K个标准差之内的几率 根据彩笔血腹部等式呢 就是这个几率是至少 一减掉K平方分之一 那这个呢 就是彩笔血腹部等式 那如果K等于2的话 就是至少75% K等于3就是至少 百分之八十九 会落在 平均数加减三个标准差的范围内 那K等于4就是至少 百分之94的资料 会落在 平均数加减四个标准差的范围内 好 那如果我们又进一步知道呢 我们的资料的分布情形 是一个中的形状 好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经验法则 那经验法则会比那个 彩笔血腹部等式更精确一点 他说呢 大约百分之六十八的资料 会落在平均数 加减一个标准差的这个 范围内 好 大约百分之九十五的资料 是落在 平均数加减 两个标准差的范围内 那大约百分之九十九点七的资料 是落在 平均数加减 三个标准差的范围内 好 那如果用图形的话呢 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 就是六十八percent 加减两个标准差是九十五percent 加减三个标准差的范围内 是九十九点七percent 也就是 约百分之九十九点七呢 在平均数加减 三个标准差的范围内 大部分资料都落在 加减标准差三个范围内 好 只有百分之零点三会落在外面 好 落在外面的这个百分比呢 很小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些练习题 好 那练习题第一题 有一项全国调查显示 平均而言 成年人每晚的平均睡眠时间是 六点九小时 假设标准差是一点二小时 A 请你利用柴皮血夫 不等事 好 计算每天睡眠时间 介于四点五到九点三小时的人 所占的百分比 好 那四点五到九点三 对不对 那我们要换算一下看看是平均数加减几个标准差嘛 好 所以我们就平均数μ加上k个标准差就是 6.9 加k乘以1.2 等于9.3 下面就是6.9减掉k乘以1.2等于4.5 好 那我们利用其中一个试值呢 就可以解除k等于2 那k等于2的话呢 带到我们的那个1减掉k平方分之1 所以至少75%的成年人 每天晚上的睡眠时间是在 4.5到9.3小时之间 会不会 嗯 这是a的部分 然后b的部分 他说呢 假设睡眠的时间是 呈现这个中型 它的分布是中型的 所以b他说请你用经验法则 计算每天睡眠时间 介于4.5到9.3小时人所占的百分比 然后再跟a的结果呢 做一个比较 有何不同 好 那经验法则的话 一样 我们刚刚有 前面就有算出来啊 那个4.5到9.3 是平均时间 好 加减两个标准差嘛 好 那加减两个标准差的话 根据经验法则是 95%的人会落在 好 睡眠时间是在 4.5到9.3小时之间 有没有 好 那跟刚才那个 柴皮血腹部等式 做出来结果来比较一下 那经验法则是 95% 柴皮血腹部等式 只说至少 至少 75% 有没有 所以呢 用这个经验法则的 这个百分比呢 比柴皮血腹 不等式得到的百分比高 有没有 好 那这个呢 就是 第一个练习题 好 再来我们看第二个练习题 他说呢 有1200个学生 他们的期末考呢 是中型的分布 好 特别有讲哦 好 那平均72分 标准差是9分 好 然后A小题 他说 有多少学生分数是 63到81之间 B小题 B小题 有多少学生 约有多少学生 分数低于54分 好 那这一题 他已经有暗示你 对不对 中型的分布 所以我们是要用什么 经验法则 好 那经验法则 我们看一下 他说 分数是63到81之间 63到81 你要知道呢 是平均数 加减几个标准差 那我们就看一下 平均72 72之加9 刚好就是81 然后72减9 刚好就是63 所以呢 好 所以63到81 就是平均数 加减一个标准差 嘛 那根据经验法则 就是 约68%的学生 是落在 好 分数是在63到81之间 好 但是题目呢 他是不是问你百分比 他问你有多少学生 那68%的学生 总共有1200个学生 所以1200乘上 好 乘上百分之68 就乘上0.68 得到呢 大约有816个学生 他们的分数是在 68分到81分之间 会不会 好 好 再来B 约多少学生分数 低于54分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 低于54分的 那个百分比嘛 好 那那个54分的话 是平均分数 减掉 两个标准差 有没有 72减掉 18嘛 就是54 好 那 所以现在呢 他是低于54分 所以是落在 加减两个标准差之外 那落在之内 加减两个标准差之内 是约95% 所以落在 加减两个标准差之外呢 是5% 约5% 那这个约5% 可是他现在只要的是 左边 左边这一部分 就一半 所以把5%呢 再除以2 就是2.5%的人 分数是低于54分 那2.5% 那我们1200人的2.5% 就1200乘以0.025 得到呢 30个人 好 所以约30个学生的分数呢 会低于54分 会不会 好 这个 B呢 就是有点变化 好 但是呢 我们 还是一样用这个什么 用我们的经验法则 好 还是可以得到呢 这个 好 大约有30个人 分数低于54分 有没有OK 好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上到这边